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得胡子都歪了 他决定要狠狠地教训一下刘备 不久 曹操就带着军队气势汹汹地来了 刘备慌忙被兵应战 但是 刘关章三兄弟都战败 各自失去了联系 而关羽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 被曹军围在了一座土山上 不过 曹操却没有杀关羽 反而将关羽请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了 原来 曹操非常喜欢关羽 这样勇猛又忠心的人才 他认为 十个将军都比不上一个关羽呢 要是能让关羽帮他做事 那就太好了 于是 曹操就时不时地来请关羽吃饭 给他送了很多金银财宝和美女 还有一匹本身火红的马 那可是吕布曾经最心爱的赤兔马呢 但是 这些礼物关羽都不肯要 他最后只收下了那匹跑得超级快的赤兔马 关羽知道曹操对他很好 心里非常感激曹操 但是啊 他一直惦记着大哥刘备和三弟张飞 所以关羽就决定 好好报答了曹操之后 就马上去找兄弟们 后来 袁绍派兵来打曹操 曹操派了好几个部下去应战 都失败了 原来啊 袁绍有两名非常厉害的大将 分别是炎梁和文丑 他们一个人能打好几个呢 于是 关羽就向曹操请求要去对付他们 果然啊 还是关羽更厉害一些 他很快就输掉了袁绍的这两名大将 关羽立了大功 也算是报答了曹操了 这下 他终于可以安心的去找刘备了 再说 曹操虽然很舍不得 但也没办法留住关羽 就只好放他走了 就这样 关羽带着两位嫂嫂 踏上了千里寻大哥的旅程 不过啊 这一路可不好走 真是困难重重啊 虽然曹操已经答应了让关羽走 但是 那些守着关卡的将领们就像一个个盯着猎物的老虎一样 正准备随时扑向关羽呢 这不 当关羽一行人来到东岭关的时候 一个叫孔秀的将领带着很多士兵 齐刷刷地拦住了关羽的去路 无论关羽说什么 孔秀就是不肯让他过关 甚至还要关羽将两位嫂嫂留下来 关羽终于发怒了 哼 那就要看我的刀同不同意了 只见关羽手起刀落 孔秀便倒在了地上 其他人都吓得跪倒在地上 关羽却收起了大刀 跟他们说道 你们不用害怕 让我过去就行 于是 关羽带着大家安全地过了第一关 不久 他们来到了洛阳 碰到了洛阳太守韩福和将领孟坦 这两个人也带兵摆好了阵势 守在城门前 关羽请他们放自己和嫂子过去 孟坦却狡猾地说道 你没有曹丞相的通关文书 我哪知道你是不是逃跑出来的呢 关羽回答说 我走得急 没有跟丞相拿到通关文书 那就没办法了 孟坦说着就骑马朝关羽冲了过来 但是没打几个回合 孟坦就往回跑了 他本来是想将关羽引到城里再抓起来 可谁知道 关羽骑着赤兔马 搭搭几步就追上了孟坦 一刀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而就在此时 一只剑咻的一声直直朝关羽飞来 刺中了关羽的左手臂 关羽转头一瞪 哼 正是那韩服 竟然敢伤我 他直接用嘴将那只剑拔出来 然后猛地一拍马屁股 是一眨眼的功夫 关羽就来到了韩服面前 砍刀 大喝一声 便将韩服斩落马下了 关羽怕停留太久 两位嫂嫂会被人暗中伤害 于是赶紧撕下一块布 将手臂的伤口一包 给统统赶路了 他们走啊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大家都累得不行了 终于来到了一个叫四水关的地方 关羽以为免不了又要打一场 富裕都握紧了手中的大刀 却看到将领便喜早早就在门口迎接他们了 关羽非常高兴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但关羽没想到 这个便喜可不是什么好人 他早就做好了安排 想找机会将关羽杀掉 幸好有人来报信 关羽才知道自己大意了 他一怒之下 也将便喜这个坏蛋给灭掉了 大家这才逃过了一场劫难 唉 真是惊险啊 关羽苦笑一声 只好带着大家继续赶路 关羽一行人很快来到了下一个地方 一个叫王侄的人接待了他们 王侄表面上非常亲切友好 贝莉莉却偷偷指挥部下 说关羽犯了大罪 让他们在半夜的时候放火来烧关羽 有一个叫胡班的部下 他对我们非常好奇 听说关羽十分勇猛 就想去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 胡班悄悄地走到关羽的房间外 却看到关羽战袍都没脱 正在认真地看书呢 胡班不由地惊叹一声 哇 好威武的将军 这时关羽也发现了胡班 两人聊了一阵 胡班这才知道 原来关将军是他父亲的朋友呢 他扑通地就跪下了 对关羽说道 将军 王侄让部下们准备放火 你赶快走吧 关羽大吃一惊 赶紧带着大家离开 但那王侄却很快追了上来 关羽生气地问他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啥要害我 王侄却一句话都不说 举着长矛就朝关羽次来 关羽只好提刀应战 三分下就解决了王侄 过了第四关 大家非常艰难地来到了黄河边 但是又碰到了一个叫秦奇的首官将领 这也是一个不安好心的家伙呢 关羽没办法 只好跟他打 但关羽只用了一个回合 秦奇就一命呜呼 没气儿了 到了这里 关羽终于平安地度过了五个关卡 斩了六个将领 最后安全地护送着两位嫂嫂与刘备见了面 从此之后啊 关羽的名声就更加响亮了 这就是关羽千里走单旗 不关斩六将的故事啦 哎 在下一回的故事里啊 袁绍又领着几十万大军来攻打曹操了 但是曹操却只有几万人马 哇 这一场仗该怎么打呢 结果谁会赢呢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好 我好 好 我好 好 好 我好 好 我的